国民党主席选战过后 当选人吴敦义一轮取得过半票数 以准党主席的身份 拜会昔日对手韩国瑜 根据国民党公告 新任党主席预计8月20号就任 空窗期长达三个月 是否影响党务重整 吴敦义表示一切依照程序办理 反倒任内重大的2018、2020两大选举 吴敦义似乎已有蓝图 几乎每个县市有可能 或者有潜力参选立委县市长以上的公职的 我几乎都在脑海里 有相当深入的熟悉 可是我现在不能也不应该 也不必要去随随便便就讲 哪一个人应该2020选啥 2018选啥 我不能这样子讲 党有党的规矩跟程序 吴敦义当选的第一时间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出贺电 其中特别提及当前的两岸关系面临挑战 期盼国共两党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而吴敦义的复电当中 庶民标注双年份 巧妙回避中华民国 还特别引述1992年 两岸两会香港会谈 达成一中各表的共识 在两岸沟通受阻的情况之下 持续深化九二共识 试图整合党内分歧的两岸路线 在1992年双方达成的 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但是对于它的含义 双方同意用口头声明方式 做个别的表达 这个就是表现出 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原汤原味 学者认为蔡政府的两岸政策 不同于扁政府时期的法理台独路线 当前两岸交流冻结 公民党应该扮演两岸关系 恶化的防火墙 同时整合地方县市 反映两岸和平的民意期许